你們也聽到昨天柯文哲的說法 就滿嘴胡說八道你知道 就是貪官的嘴臉 今天很簡單 他一看全世界世界都在評論 你就是綁標嘛 修出陳情書 要求監委彈劾柯文哲 藍營議員一行人到監察院 制控柯P任內力推的 第一漁果市場改建工程 涉嫌和威京集團底下的 中華工程綁標 更點名柯P和沈慶京很友好 今天國民黨很多中常委 有的形象好有的形象壞 沈慶京就形象最壞的中常委 你拿沈慶京 這樣一個社會形象 那麼差的一個商人 當你的護身符 只有把你搞得更臭嘛 你們兩個是好朋友 那就沆瀣一氣 老是每個人懷有 在獨立國民黨的中常委 前一天柯P才冷冷回應 只是如今深陷三大案爭議 市場改建被批為第四案 星光仁壽得標的 南港轉運站BOT案 則成為第五個劍拔 我們以現況看來 有可能會是北市科2.0的翻版 當時科是否一樣用 所謂的招商不利的理由 把權力金調降了將近一半 那導致市府的收益整體降低 超過10億 全天下哪有那麼多不一樣的台語 我去告你你就被被告 對於任何這些案子喔 我想事實到哪裡 我們就處理到哪裡 那我覺得也應該要給 不管是政風檢調他們一個充分辦案的空間 面對前朝弊案有沒有要仔細查 蔣萬安維持一貫保守作風 紫胡作等藍營議員先出售 民視新聞傳染無配家裡 至於SNG小組台北報導